欢迎收看真玩传 你好 我是Ivy 哈喽 我是Jacky 今天真玩传 其实就要带你来玩遍新加坡了 新加坡呢 其实是一个多元种族 多元文化 多元宗教的国家 所以在这里可以找到很多 独特的风情了 新加坡的旅游圣地 有几个呢 好多 包括圣桃沙 然后乌桀路 鱼尾狮 等等 所以呢 今天呢 其实我们要带你来看的 就是一个在旅游指南上 比较难 比较少会找到的一个景点 是的 阿拉伯街 Arab Street 早期呢 有一个阿拉伯的商人 他来到了新加坡 然后就在这一区定下来了 整个区都是属于他的嘛 对不对 很有钱齁 很有钱齁 来到了这个Kampong Glam 或者是阿拉伯街呢 其实呢 非常具有指标性呢 就是这个清真寺了 Masjid Sultan 来到了这个Kampong Glam 一定要到此一游的 对的 当然呢 来到了这里呢 一定要照相了 那在这边呢 要来教你如何自拍咯 哎 重要 来 就是在这一块了 OK 看到这块黑黑的话 它呢 就可以当成一个地标了 那从这边呢 拿出手机来 要自拍的话呢 你从这个角度一拍 看到没有 整个清真寺都给它拍进去咯 哇 就在这边 哇 来到了阿拉伯街喔 我跟你说很重要的喔 就是要来看一看 这整条街上有很多卖地毯的 哎 就像这一家 对 你看这边的地毯好多 琳琅满目 那当然你如果这样看一圈的话 哇 好多好多的地毯 那当然有卖一些不同的灯饰啦 都很漂亮 然后还有这个埃及眼 哦 也非常的漂亮喔 要不要买一个 你知道埃及眼代表什么吗 什么 我不知道 不要问我 那你问我干嘛 就是我不知道才问你啊 Jackie 你不懂 我不懂 我们就请专家来告诉我们 好不好 我们有阿里在这里 阿里是一个艺术的店银 我们只是谈谈 我们真的不知道 什么是这个 可以 请告诉我们 这个 这个是从来自国 好 好 好 他们进入店银 我问我 我们问他们 这个可以留在家 或家里 可以保护你 可以做好 好 然后呢 地毯 什么是一家的开始 的一家 所以 对 好 所以其实要买地毯的话 有分两种 有工厂制作的 当然那也有手工制作的 我们现在到了阿拉伯街 阿拉伯街上 其实因为外面都下着雨 然后我现在很累 所以你要找一个地方歇息 是 真的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地方 叫做Working Taito 我们进去看一看好不好 走 可以走 真的 有点 很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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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要讲的重点是 这家店超赞 赞? 为什么? 因为它得到 Certifical of Excellence 而且重点是 如果你要歇脚的话 可以在这家店 如果累了想睡的话 可以到旁边的楼上去 哇 你看这个 这个是这边最大的幅的一幅壁画 所以来这边可以拍照非常的漂亮 超漂亮的 叫什么你知道吗 Piedra Nigra 你的发音正确确吗 应该不 我们现在来到了Hajilin 就是Arab Street阿拉伯街隔壁的一条街 在这条街上非常的有趣 因为新加坡有很多很多的本地设计师 其实都有在这边开了一些精美的小店面 然后在里面就可以找到他们亲手设计还有制作的衣服了 对 还有特别的地方就是你得自己来逛一逛 今天要给你介绍的这种是里面有包肉的喔 那有包肉的话就叫做Murtaba 然后里面有包羊肉 牛肉 鸡肉或者沙丁鱼的都有 非常的好吃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了非常有著名的一间 这个印度煎饼嘛 对不对 对 就叫Singapore Zum Zum Singapore Zum Zum 它是不是yum yum呢 我们马上去试一试吧 好 走 走啦 嘿 嘿 会穿车达到吧 我觉得 其实我都听不太懂 我只懂Iyum是鸡肉 哦 真的啊 是 ok ok 我们的食物已经来齐了 那这一盘呢就是米狗瑞 Nasi Brioni Murtaba Roti Frata 我们现在开始吃了 你要不要吃啊 你饿了吗 你吃吗 来吃啊 来吃啊 好 我们现在看到呢 其实就是在新加坡 非常典型的当早餐吃的一些食物吧 ok 我们这边呢就有这一个 咖哑面包 ok 真的得试耶 真的啊 好吧 那我吃吃看 嗯 很香耶 味不可以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 半生熟的蛋 ok 哇 这个就叫做惊艳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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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块 一看哦 嗯 今天非常地谢谢我们的这个嘉宾 欢迎Jacky呢跟我一起来玩这个Arab Street 谢谢谢谢谢谢 好不好玩啊 不错 不错而已啊 很好玩 下一集 记得继续收看 真玩转 拜拜